这真的好像血哦 之前咱们不是做了两次维生机测评吗 但是呢有的人说不够严谨 因为水不能带着血 我觉得 有道理 办法总比困难多 不能用真的血 再接约用人造型来试试 这颜色 这粘糊的感觉 好粘哦 别说还真挺像啊 本场测评嘉宾一共八位 有之前表现非常优异的 也有评论区大家互生比较高的新进选手 咱们的实验步骤和实验道具也进一步升级了哈 接着呢我会分别从 吸的多不多快不快 表面湿不湿黏不黏 以及透不透气会不会漏 等六个维度进行测试 一起来看看有哪几位能真正经受的主席 我先用八式滴管 模拟人体流血的状态 分别在卫生巾的中央位置 低下10毫升左右的模拟筋鞋 然后等待几分钟观察吸收情况 有吸收的比较快的 也有表现差强人意的 这都过去了五分多钟了 还没有吸完啊 有一点慢了耶 还有啊我之前不都是用手压嘛 大家也可能觉得硕力不均匀 那今天就来上28公斤的人肉压力 有好几个直接粘住了 啊我已经感受到了 好粘了 来看看各位的反胜情况 这一轮的表现 发生的差距都还挺大耶 然后我又用人体皮肤湿度测试仪 测了大家的湿度 结果和人体压力测试的表现差不多 我们再来看看它们粘不粘 因为呢我刚刚做的那个血啊 还是蛮粘的 不知道被卫生巾吸收了之后会怎么样 你也没有耶 还有果然越干爽越不粘 经过湿度粘度和刚才的吸收力测试 我宣布这次会成功解释 吸收好干得快的各位 又是否能经受得住 往路考验呢 上当劲 哦高好合适耶 这一轮我会在摇晃的积木上注入10毫升左右的模拟鲸鞋 接着再时间摇晃的积木看看它们会不会漏 这是直接给人家弄到力 这样都没被甩出来 吸得还真快 虽然都没有漏出来 但这个明显对鲸鞋的吸收要慢很多 经过一系列的动态测试 这三位每次测试的表现都非常好耶 反透气性是这两个更好意见 我还分别根据它们的长度厚度 给大家整理了一张表格 经过我特大维度的客观测试 其中吸收力表现较好的游 干爽不粘腻的游 还有动态测试依然表现优秀的游 弹带结合透气性和厚度 幽中雪幽 最棒的是这两个 它们名字也挤得非常厉害 叫万有隐秘 就是把你全部吸走 吸走 我这个没有来一巴的 也非常的深深地给种草了